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 甚至有些提1.4 但是像当年提0.7的情况也是少了 对 其实里面演出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过度的减肥也好 过度的销售 其实就带来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营养不良 所以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 他们对这种营养的问题非常的重视 这一个教授出门诊 除了跟着这个医生助理也好 护士也好 专门跟着一个营养师 所以刚才我们也谈到 就是你像胃癌的患者 就是他这种营养 这个状态特别差 或者说特别销售 他育后反而不好 所以也就引出另外一个 如果说这个肿瘤的患者 或者说往往伴随着营养不良的问题 这时候呢 就是需要你更多的摄入 更多的把营养搞上去 才能够减少 我们叫微手术期 说白了的就是你做手术 过度的销售 过度的营养不良 反而增加手术的风险 这是近期一万七呢 那就是种种效果更不好 刘主任 我和田主任都是学英语 这个学英语呢 他我们看的文献都是英语文献 您这个学日语 看的文献都是日语文献 您在这方面有什么 就是像日本他方向的研究 都有什么相对更好的认识 日本的话 他也是把这个体重啊 控制在这个体重指数之内 这方面做的是不错的 你看在日本 日本没有胖子 对 但是也没有极度的瘦子 日本胖子都是相扑 相扑选手 相扑选手的宿命都很短 因为他太胖了 太低了肯定是不行 刚才张主任也说了 如果太低了的话 也就是说太瘦了的话 他肯定这个 就本身免疫力下降 就容易得肿瘤了 另外的话呢 像我们 如果把这个低密度质蛋白 降得特别低 那可能 得到痴呆了 痴呆 包括肿瘤 对 平时一直在提一些 说这个血脂越低 它增加肿瘤发病率 田主任这方面 您在肿瘤方向 有没有过这个方面的 这方面我关注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我们也 这个专门有些医生 也在这个分析我们的 比方说这种 血脂的问题 胆固醇的问题 这个白蛋白 浅白蛋白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异常的非常明显 那么和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也非常容易理解 本身的你的免疫力抵抗力 那么如果说塌陷的话 那肿瘤的就悄悄就来了 所以说我们说还是一个 这个割下指标的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 这是最理想的 推荐的合理目标值 对 这个不要说过度的去追求 The law is the better 对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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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